阿坡 阿坡 要去哪裡 跟你講 天氣終於放晴了 我們可以出來吃飯飯了 但是呢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對不對 這一間喔 泰式料理 通常泰式料理都要找很多人 對不對 這一次 我介紹這一間 一個人 兩個人 就可以吃泰式料理 而且是 道地的泰式酸辣口味 一起去吃吃看 走 好 我們菜都上來了 趕快來吃一下 我們先用 青木瓜涼拌 這個 涼拌青木瓜絲 來開個胃 泰式料理喔 他們真的很追求那種開胃的感覺 夏天就是這樣 清清爽爽的那種感覺喔 酸酸鹹鹹香香的 它的曼青木瓜 蠻辣的喔 可是它最後那個酸阿 在口腔裡面阿 剛好把那個 辣的醬蝦 這也蠻不錯的 趕快 來吃個 要打拋蝦炒飯 解個辣 你看 它的醬色很深耶 有點像這種 我們說 香米阿 下去炒飯都超好吃的 粒粒分明的米飯阿 然後外面喔 厚厚的一層醬 而且它蛋阿 它有炒飯是用荷包蛋下去炒的 所以我吃得到那個蛋的質地阿 是比較有口感的 很香耶 看起來辣椒很多 可是其實不太會辣 這個炒飯好吃 這個炒飯好吃 我們來吃一下 打拋汁 這個 它是打拋蝦嘛 現在是打拋豬 它是蓋飯的概念 它上面還有一顆蛋 還有一顆半熟蛋 來囉 我要把它弄開囉 這蛋液打開的感覺 真的超療癒的 然後一點點蛋 然後一點點飯 然後再加上打拋豬肉 完美 看這一口 有蛋液 然後有打拋肉 然後還有飯 真的好好吃 而且它的米阿 是很有彈性的 所以跟肉阿 所以油擠在混合的時候 非常香 那你嚼起來阿 醬味 然後跟米飯的那個 彈度都非常夠 嗯 這是它的焦麻雞 它焦麻雞 它焦麻雞很特別 來看一下 它直接幫你整個都取骨 取好了 脆耶 嗯 雞腿肉 它是雞腿肉丁 這很香耶 它雞腿比較厚實 所以你這樣嚼起來阿 它裡面那個油脂包包含的比較多 跟這個焦麻醬非常的大 它外層那個酥脆阿 它不會整... 口味比較重一點對不對 要喝個飲料 泰式奶茶 在這種泰式料理阿 這個泰式奶茶最後那種花容點睛的感覺 香香甜甜 然後很重很重這個泰奶 那種泰式...泰式茶的味道 在嘴巴裡面 很舒服 你就可以馬上繼續吃了 如果你不喜歡口味重的飲料 可以喝這個 他們這裡有這個 蘇打醉 蘇打醉 好 這個就是清爽那裡清口腔的 好啦 那我現在先吃一吃 等一下呢 再跟你做一個最後結尾 好吃 舒服 它打包豬好好吃喔 真的真的真的 它是有蝦味的打包豬耶 嘿嘿嘿 我覺得那個應該用蝦醬炒的啦 真的好蝦喔 很蝦 超蝦 超蝦的 但是它那個肥瘦比例又很好 它應該就是正常的肥瘦比例吧 欸對啦 就是它不會說偏太油 可是又不會說乾到柴到肉末沒口感 嗯 好吃好吃 配上個半熟蛋啊然後飯喔 整個拌在一起 嗯 非常滿足 我超推那個 嗯啊我個人 因為我吃炒飯嘛 對 我那個叫做打拋蝦炒飯喔 打拋蝦炒飯喔 對對對 也很蝦啦 可是它有看到蝦嗎 欸在下面 下面有兩株 所以這一家其實很低調喔 對對對 大部分人都會把蝦子抓上來 擺在最上面 它沒有喔 擺在最下面 對它不想讓你知道 對 你知道欸有蝦欸 期待感瞬間提高 馬上打 哇原來有蝦欸 對對對 它沒有騙我 它真的是打拋蝦欸 我們一開始以為 打拋蝦只是味道而已 對對對 結果蝦子在下面 真的有欸 而且我是覺得啦 它的打拋 說真的 以炒飯跟那個打拋豬 這個兩個去評價的話 說真的 它的打拋蝦 酸度多了一點 喔對 嘿嘿嘿嘿 它有點像海鮮炒飯那種概念 所以我們後來呢 不服輸的 又點了海鮮炒飯來做比對 我想說 為什麼會有打拋蝦 然後又有海鮮炒飯 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結果 海鮮炒飯 它的蝦味更重 而且海鮮炒飯 它那個料加很多欸 欸好像有鳳梨對不對 它有鳳梨 菜脯 蝦米 欸對對對 蛋 欸還有喔 我有吃到一小條的牛皮球 有有난 Tak bow 沒有錯 highly 對有喔 那還有反正一些新香料 對對對 它那個還蠻多樣的東西在裡面 而且他的 欸像我吃打拋蝦 她就是那個醬油味 那個醬味比較重 嗯 但是如果你吃那個海鮮炒飯 它的蝦味比較重喔 對因為它那個蝦米味道很明顯 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然後吃起來就真的是滿滿的海鮮味 我們今天點到也其實都有明顯的蝦味 對 三道其實都還蠻蝦的 唯一不瞎的啦 椒麻雞 應該說唯一比較不辣的啦 這家很屌欸 椒麻雞是裡面相對比較不辣的 而且我們其他三個都微辣而已喔 可能我們真的不太會吃辣啦 欸 是啦 是啦 我們反而就比較小吃辣 對啊 我們熟辣 欸 熟辣 欸 熟辣 就是熟了一點點的辣 俗稱不太會吃辣 對對對 那一種喔 說真的椒麻雞 我覺得他這樣做法喔 好入口 然後吃起來也方便啦 欸 吃起來味道喔 真的就是 酸酸 香香 然後一點點甜甜 但是 麻的味道喔 比較少 它椒麻雞其實蠻好吃的啦 好吃好吃 它只是說 它是把它切成丁去炸 嗯嗯嗯嗯 有些是整塊雞腿 或者什麼肉先下去炸 嘿嘿 然後炸完之後再上來切 你可以看到肉的紋理 對 然後它淋醬汁上 對 可是它這個是先雞丁下去炸 嘿嘿 它唯一小缺點就是泡在下面 會比較濃 嗯 要吃快一點 對 你其實齁 上來我建議 先吃 毛起來吃 對 趕快先把它乾脆 因為這時候會有酥脆跟湯汁的軟嫩口感 合在一起 超棒棒 然後你沒有肉汁 對 剛剛好 對 啊小心就不要燙到 欸 很燙 應該還好啦 因為我們都放很久了 我們是放很久了 如果是我們的觀眾朋友趕去啊 現吃喔 可能會太燙 嗯嗯嗯嗯嗯 我是覺得啦 這一間喔 如果你真的都是一個人吃飯 或是情侶吃飯 喔 就是邊緣人嘛 對 邊緣人嘛 像我們這樣啊 兩個超邊緣的 對 吃飯 欸欸欸 VA吃飯了 VA 欸欸 阿婆吃飯 就是這樣的話 可以啦 喔 這樣的話你就是來這裡 因為第一個它的份量 就是比如說你點一個主食 然後點一些小菜來配 嗯嗯嗯 差不多是這樣的概念啊 如果真的一個人來 就點一個小套餐去就夠了 對 對 對 或者是再點一個焦麻雞來配 嗯嗯嗯嗯 超爽 對 真的 啊如果你是要吃那種比較大菜的啊 因為我必須先講喔 它的呃 用餐空間其實沒有像大餐廳這麼大 嗯嗯 所以它比較適合就是小聚 嗯 或是說你稍稍的人來這邊品嚐一下 嗯 真的很棒 好 有機會的話 在南門路 海星球 可以來吃吃看 好啦 今天就到這次見給你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一下аков 我喜歡我的影片 嗯嗯 aperture